打开小程序的后段服务项目 在webappplugins下面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定义的插件 我定义的这个插件的名字就是 您号wprest 打开它里面的这个prp文件 找到文件里面的这个您号wprestjwtau这个函数 之前我们修改过切发的这个jwt 在里面添加了自定义的头像字段 还有用户的全线字段 这个data就是签发的那个token数据 在它里面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user小号线的id 对等值就是user的id的值 那么这样在签发jwt的时候 数据里面就会包含用户的id号了 回到微信的开发者工具 先退出登录 然后重新的再去登录一下 这样先给用户签发的token里面 就会有userid这个字段 它的值就是用户在网站上面的id号 我们可以试一下打开用户档案页面 在这个on-show方法里面 在控制台上面我们可以输出类似的data 回到开发者工具 控制台上面会输出页面上的数据 现在这里面的东西就是服务端签发给用户的token数据 现在这里会出现一个userid 是